网的和尚都说要被熊八天种西瓜 哼 西瓜有什么好种的 今天我就来揭秘这个 种红豆 种黄豆 种玉米 第四种三样 是不是比西瓜厉害多了 你和熊八天就什么劲 首先你要把种子放在水里泡两个小时 让我们直接来到两小时之后 这里就是泡好的种子了 把水倒掉 整件好卫生纸铺在盘子里 把水把纸弄湿 再把种子均匀撒上去 最后封口 不管是种红豆 种黄豆 还是种玉米 都不需要涂 不需要浇水也不要施肥 接下来你只要静静的等着就好了 要不了几天 种子就会发芽了 是不是比西瓜厉害多了 听说熊八天种的西瓜这么久了 连个牙都没帽呢 不是 你老好熊八天就什么劲呢 哼 关注我 解密测评中不会人质的秘密 王大和 听说你自成吴子齐三秒王者 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 好啊 让你一个字 我走这 还有这 这 我走 看熊八天 我怎么觉得妻子被动过呢 用主服输 你服不服 你出来 嘻嘻 就像你们看到的 这是可以旋转的吴子齐 通过棋盘的旋软来达到吴子连珠的目的 大家好 我是练习时长两年班的练习生 主唱老师 爱好 唱 跳 乐 吴子齐 完美的演出 我要去跟女车相表演了 嗯 律师韩请高 看我吹法 关注我 解密测评中不会人质的秘密 万年扣门的老板就要让我测车了 据说还是辆超级炫酷的跑车 走 移车去 这就是我的人生巅峰了 你的车在那呢 咳咳 散了散了 这是一台跑车模型的蓝牙音箱 这场凯用全透明设计 细节虽然不是很精致 但是乍看上去还是很有格教的 打开开关就有炫彩跑马灯 热心十足 墨鞋厂家正是对跑马灯爱的深沉的 你懂什么 跑马灯是男人的老板 进着油门 马力强劲 我已经忍不住要开他出去放放风了 嘻嘻 在下风 开空往往天 月亮大一笑 嘿嘿 别玩那个音响了 我们去吃饭吧 你自己先去吧 跑马灯没力那么大吗 比我还大吗 关注我 揭秘测评中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家好 今天我们揭秘 打我鸭 好嘞 从来没听过这么简的要求 鸣鸣鸣 你是猪吗 打我鸭是这只鸭子的名字 早说嘛 它长得一看就很欠打 我觉得你也很欠打 哼 就像你们看到的 这只驴头鸭子针 张张大嘴嗷嗷带打 你需要用武器装上浮弹的海绵球子弹 在远处攻击它的舌头 这里有个基础器 能记录下它被你打中的次数 这是基础器吧 相信他找你报仇 那我不打他 打你好不好鸭 看我疯狂暴力输出 如果有人这么打我 我一定会报仇的 走了走了 你又不是鸭 今天教大家一个百分百求婚成功功率 首先求婚地点很重要 电影院 餐厅 照相馆才是正确的求婚地点 好看的衣服 化妆师 摄影师 以应俱全 再也不用担心女友素颜的尴尬 我觉得女生素颜也不尴尬 直男闭嘴 人生只有一次的求婚 谁也不想自己捧头购面子吧 其次 主以说话的艺术跟我学 我想摘下星星送给你 这句太老土了 但如果你真的摘到了呢 这是一个天文球 开场去是一颗星星的样子 但只要轻轻合上 它就变成了一枚戒指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合上是爱情 打开 就是我的全世界 没说你 关注我 任何女生都抵挡不住这么浪漫的戒指 真的 之前有粉丝说 我的嘴皮包太假 没有拍面 呵呵 这回这样了吧 Post King 这是一个水瓶背带 它的官方介绍是可以把水瓶变成背包 从而解放双手 人类真奇怪 为什么喝个水都要解放双手 难道要表演倒立喝水吗 作为一个背带 几杯水瓶显然是不够的 它还可以杯酒瓶 没过水瓶最重要的是 还可以杯锅 它完全满足了现代女性的日常出门需求 无论是装口红 到明天 装臂还是装本体 都没有问题 没错 我的本体就是这个锤子 我看你就像个锤子 哼 关注我 解密测评装 为人知的蜜 小时候我有个梦想 就是可以大口喝雪碧 这门小关根本不够喝 拿着出门也不方便 如果能背在身上就更好了 够吗 够 听说大白兔出了香水 又和鸭出了彩妆 现在连雪碧都跨香包行业了 女人的钱真是好赚 这个包的容量不算特别大 虽然可以装下钱包 手机 口红 痕迹 电影和各种小玩具 但是能装下手柄吗 能装下鞋吗 能装下机械键监盘吗 连这些都装不下 要你何用 呵呵 女人的钱真是好赚 虽然这个包装不下男人的快乐 不过背起来凹造型还是不错的 不仅十分百搭 而且获得率极高 绝对的出街神器 我就说嘛 女人的钱真是好赚 关注我 贱密 你有没有觉得背后有一丝良意 快跑 今天做这个好不好 这是什么 留言板 这是你们的男朋友 这是我 西西 生活中我们即将会丢三落四 忘记带脑子 这个时候就需要它 脑子替代器 今天发工资 就像这样 当天需要做的事写在这块板上 就再也不用害怕忘记了 我板呢 你还可以给它设置闹钟 你记不住的事情让它帮你记 你记不住的时间它也能帮你记 它还有夜灯模式 为你提供24小时全方位的人工脑子服务 老板 老板 该发工资了 说起来 总觉得今天还有别的事情没有做 是什么呢 我是摄像老师 今天感谢大家揭秘这个 聚会神器 就像你们看到的 这个神器的操作非常复杂 你需要在这里放上道具 然后说出问题 最后转动指针 比如 谁是我们中唯一的一头猪 我就是猪 我就是猪 看来某些知名网绿为了钱还真是没有底线呢 呵呵 再来 让它说谁就是小狗 你 不气不气 好人不敢狗斗 哼 看到谁 谁受一个不原知的秘密 你房间的女装是我偷的 你借我房间干嘛 重点是女装好吧 那你偷我女装干嘛 那你在房间里放女装干嘛 关注我 解密测评中不原知的秘密 最近老板买了一顶假话 让我护理 只有我们珍贵的东西 当然要配个头才好看 真合适 这怎么这么像拳击球啊 没有错 就是迷你拳击球 色泽红软 手感极佳 柔人性也很好 生气的时候打一拳 解气 郁闷的时候打一拳 舒爽 烦恼的时候打一拳 泄愤 开心的时候打一拳 更加开心 嘻嘻 射向 你这颜色不行 挑一个五彩帮来拿黑 射向 你是自就不能大一点的同时 再小一点吗 射向 你是不是把我太胖了 皮瘦点 射向 你 算了 第一把挺好的 碰回去 没事老板 我继续改 关注我 让你跟老板关系更亲密 我是摄像老师 今天我弄来的这款补水仪 因为王大和说他最近比较缺水 怎么可能 他大脑里都可以养鲸鱼了好吗 这款补水仪外形非常霸道 转红配色 时尚外壳 虽然王大和非常爱撒娇 但我却还是一个钢铁直男的 哇哦 这双鞋好好看哟 这款补水仪可以容纳20毫升的水 通过纳米积水无滋润你的肌肤 满足一天的补水需求 而且还可以浇花 浇草 浇手机 还可以 浇大和 嘿嘿 最想不到的是 它内置充电宝功能 让你补水充电两目 真正做到世界爱情的双丰收 咋啦 熊八天也想要这个 你看能不能 哼 关注我 线米测评中 会人知的秘密 小助理最近给我拼头都拼瘦了 所以我给他买了军量罐头补一部 为什么 你看看你的肚子 众所周知 为了保障部队需求 军量的用料都是实打实的好 所以我准备了红烧猪肉 美菜扣肉和红烧扣肉罐头 给他之前 不然我先试着好不好吃吧 嘿嘿 大家好 今天我们测评黄焖鸡 黄焖鸡有什么好测的 那你知道大粉比小粉大多少吗 你知道是买一个大粉 还是两个小粉更划算吗 其实我一般都买 两个大粉 赢了 呵呵 为了造福正常人类 我在同一家买了 一大一小两份黄焖鸡 都是为了 秉承专业 科学 严谨 认真的测评态度 是不是感觉很好吃 没错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也对这种小球非常好奇 所以 我又买回来了 嘻嘻 别看他扁扁的 只要用油一炸 隔壁小黑都馋哭了 这包绿色的粉末 据说是这道食物的灵魂 只有没小包能冲一大碗水 那么 开枕 锅烧热油 小球下锅炸好 不要鸡蛋液 也不要面包糠 煮一个土豆碾成泥 撒酸捣碎 长辣椒粉搬鱼 萝卜干切丁 来配合一碗 恒河水冲的特色绿色粉末 一个空心想求 把木头压碎 没有土豆泥 蒜泥 萝卜干 淋上一勺特质沥水 一口干 怎么样怎么样 特别酸爽 一种类似于芥末 柠檬 大蒜 阿姜 薄荷 盐巴的混合液体 在口浆里爆炸开来 味道直冲天 应该超级贵 吃多了还上瘾 我已经适应了 完全没难度 还想玩点更刺激的 关注我 我觉得挺好吃的 真的